封印系列是红厂里面存在感相对较低的 虽然速度拍不算红厂最拿手的 但好在定价很有诚意 现在基本都是七八百 封印七百 冷门好拍 轻快 封印九百日 兼具速度和进攻 封印八百六 直接火出圈了 那么这只被红厂宣传速度之巅的封印九百六 预热了大半年 到底打感怎么样 我们来聊聊 我这一支三优 一支四优 合计花费两千五 据说平台限价一千四 按照管理先看外观 黑色和粉色搭配 粉色的饱和度很高 很鲜亮 应该很受你们年轻人喜欢 青绿色和暗金色的点缀也是恰到好处 你可以相信红厂的汽水 实物还是很漂亮的 和它的上一代日月比都要好看 我认为可以给九分 两支拍摄的参数如下 都有一定的头重感 中感应该采用的是六点八内镜 外镜七点零到七点一 全破风框 封印九百六和去年初发售的封印九百日月 可以说设计上关系不大 非常牛 日和月都是顶部带一点破风 下半部分合适的二合一框形 而九百六是全破风框 全线槽 而且框形是更加接近YYNF700那样的扁平式的破风 拍框的宽度很宽 这个明显是全新的模具 和八百六也不一样 八百六的破风也没有这么多 剃头附近有锋刃系列传承下来的凹槽 拍框大小是和1000Z几乎一样的 下半部分略小 九百六我打下来印象最深的肯定就是快 这个框形发挥了作用 旧的速度拍比如风刃系列拍框很厚 灰速没有那么容易提起来 九百日月又多了一份稳定 九百六就是纯粹的快 如果你是打双打提速 这支拍子会比较称手 三优四优挥动起来差的不是很多 八十九九十的挥动 在速度拍里面不算低了 我用三优四优都还算适应 基本无缝切换 七点零的中感相比九百日算是减配 但是想要稳定住这个框形的话 确实要上粗一点的中感 保证靠拟 1000Z也是七点零 所以这个无可厚非 但这支中感的素质 我认为不算特别优秀 我打了两三周 部分底线被动发力的球 无论是反手抽还是正手 会在击球的时候感觉中感有点空 主动杀球的时候还算跟手 没有太多泄力的感觉 打个75分吧 在红场这里算不错的了 杀球向来都是速度拍的弱点 这支九百六也不例外 点杀批杀都还可以 重杀一般般 反正我水平有限 杀不死同水平的对手 当然接近90的挥动也没有浪费 比NF800 Pro这种 肯定杀的要好一点 和1000Z相似 但是中感没有1000Z硬 如果你说这是一支红场版1000Z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但是正版1000Z已经跌到 1100、1200附近 你这个卖1400的话 900Z拍框部分 还是完成度比较高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 红场第一次做这种偏小的拍框 距离感、控球稳定性都还可以 好 我们总结一下 风影900Z 一支外观讨喜 速度拉满 中感有提升空间 整体比1000Z略软 稍微好驾驭一点的速度拍 那为什么不直接叫风影1000呢 速度之巅 在红场内部确实名副其实 如果和另外两家一起比的话 颠肯定是达不到 还有差距 如果说你现在用的就是800N、900日 想换一支更快的可以考虑900N 但如果你用的是极音速 90K、1000Z 我觉得就没啥必要了 至于价格 无论是1400也好 1200也罢 你既然有1000Z的影子 那么定价迟早也会跟着它一起跳水 跳到800、900还是1000 不好说 反正1200以上 我都不太推荐你买 最后我要说的是 红场这次的发售策略 着实让人头大 三四月份就放出来图片 然后说市售版是七月份上 但是我又在五月份的汤油杯现场 看到了所谓纪念版 原价卖 然后我等啊等 等到六七月份 也没见官方说开卖 问了商家才知道 已经卖了很久了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感觉发售时间线稍微有点乱 而且时间拉得过长 三四月份大家都还在讨论 颜值不错 什么打赶啊 六七月份反而没什么声音了 甚至800NU一波火图圈 900NU仿佛成了弃子 618直接竞品 NF1000Z又降一波价 如果后续市场表现不达预期的话 红场的宣发团队要背大国 好了以上就是封印900NU的使用体验和购买建议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支持一下 点赞关注 我是胖虎 我们下期再见